今天的寶导手透透 我们就来学学 鞋子的南北笔法有何不同呢 南部手语用木头的手语 然后像木鸡走路一样 手腕敲一敲表示鞋子 而北部手语的笔法呢 则是用穿鞋子的动作 把脚放进去这样表示鞋子 南北的笔法相当不同哦